天高海阔 张修杰 应该是波诀云诡 其实这个波诡云诀这个词 是来自于东汉的一个文学家杨雄 他所写的甘泉腹 他在甘泉腹里边原文是云诀波诡 那么后来这个词在以后的人引用的时候 有用波诡云诀 也有像你所说的用波诀云诡 这种用法都有 这三种用法其实在很多文字表述里面都有用 那么无论怎么用 它的文字解释都是一样的 比喻的是千态万状 变幻莫测 所以你说的也对 但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国文学用这个词 我更加习惯用波诡云诀 所以非常感谢你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 最起码让我们听众知道了这个词可以有三种用法 再次谢谢你 那么回答完这位听众的留言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最近也是很热的话题 这个话题叫COP26 如果你光听这个COP26可能觉得莫名其貌 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COP26就是在11月1号准备在英国的格拉斯哥 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要举行一个全球的年度气候峰会 那么为什么这个2021年11月1号的全球年度气候峰会被称之为CP26呢 其实它的渊源是在1994年 1994年的时候全球有197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叫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 那么签约国呢 从此之后呢就每年要举行一个领袖的峰会来谈谈如何阻止全球的气温不断的上升 那么我们知道阻止全球气温不断的上升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跟大家讨论的环保话题 减排话题 那么这个全球年度气候峰会准备在11月1号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 那么这次峰会上又会有什么新的议题呢 其实啊 这次峰会跟往年一样讲的都是一个主题就是减排的问题 今天我们一讲到全球气候变迁啊 气候的恶化 我们对这个主题太过熟悉了 反正现在地球上比如说有一个夏天某个地区特别热 于是呢 积极主张环保人呢 就说你看这是全球气候不断变暖的一个铁证 如果我们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啊 地球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比如说北极的冰川一旦融化 那么有人说你看 这又是一个全球暖化的这个铁证 包括经常我们看到有很多环保团体 把这个北极生活的一些动物 像北极熊啊 企鹅啊 海豹啊 他们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 那么作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证据 那么其实在前几天我们恰恰讲到这个话题 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到底的原因是什么 只是单一的人类碳排放越来越多吗 在那个节目里面 休吉就讲过 其实全球气候变冷变暖是有它的自然规律的 但是呢 确实是随着这个我们地球上人口的不断的 增长 导致了我们使用的各种生活的辅助用品 像汽车啊 空调啊 像我们的工业生产呢 排出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多 确实是影响到全球气候变暖 那么两种因素 就自然因素 加上这个我们排碳太多这个因素呢 确实地球的气温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这个极度化 包括在地区上某个角落出现了极寒的天气 那么于是有人问 不是说全球气候变暖呢 比如说川普就经常问这样的话题 你们不是说全球气候变冷吗 为什么这个区域出现了这个极冷的天气呢 主张积极环保政策的科学家又告诉我们说 这正是全球气候变迁所带来的这个极端气候 反正呢 无论变冷还是变热 基本上支持环保的科学家都会把它归咎为人类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全球气候峰会啊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很多新闻报道当中呢 故意把这个要点给忽略了 就是在1994年以来啊 全球气候峰会 大家讨论如何令到这个气候不断变暖的这个状况 能够被遏止的时候啊 其实是有两大目标的 一个目标呢 就是各国要在这个减排过程当中 要积极作为 尽量减少碳的排放 令到这个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趋势啊 能够被遏止 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需要讨论立足于自然解决的方案 什么叫自然解决方案呢 呃 这并不是说全球气候变冷变暖 是有个自然规律 我们任凭这个自然规律发生就行了 并不是这样 其实有关阻止全球气候变暖啊 这个全球气候峰会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要用自然的力量 比如说多种一些植物啊 多种一些这个低矮的这个植物啊 植树造林这种方式可以抵御洪涝 可以抵御其他的恶劣天气 也可以让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趋势呢 被遏止 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环保政策 基本上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减排 一个是利用自然资源 但是利用自然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这个目标啊 好像在一般的这个环保话题当中 很少被人提起 现在一讲说全球气候变暖怎么办 我们就减排 减排怎么办 要用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很贵 并且清洁能源很难得到 那么怎么办 所以政府就要拿出大量的金钱来补贴这些清洁能源 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这次在格拉斯哥的全球气候峰会上 讨论的又是类似的主题 就是我们现在经过1994年的 那个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框架之后 其实我们有关减排的政策已经越来越多了 包括巴黎气候协定 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之后呢 在美国也引起了不小的政治风波 川普退出了巴黎气候公约 拜登上台之后呢又重新加入了 巴黎气候公约过去我们跟大家讲过 美国为什么要退出巴黎气候公约呢 因为川普觉得加入这个巴黎气候公约 会令到美国每年损失100多亿 并且呢因为减排的这个要求 令到美国丧失了工业生产的能力 现在拜登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公约之后 那么这一次的全球气候峰会上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热点呢 我想第一个热点呢 就是我们关注一下谁会去谁不会去 拜登当然会去 我们之前讲过了 拜登现在很着急 他的狗肉法案能不能在国会通过 因为佩洛西说大概是10月31号 他有信心在国会众议院表决 但是拜登呢29号就要去格拉斯哥参加这个气候峰会了 所以拜登可能参加气候峰会之前 他等不到这个法案通过 所以拜登很着急 但是拜登再怎么着急 他还是要去参加这个格拉斯哥的这个气候峰会 因为呢拜登很期望美国能够成为全球气候变迁 这个主题的领导者 所以拜登经常说他会联合盟友让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保持世界的领导地位 保持美国的影响力 那么如果能够在影响气候变迁这个话题上 美国有更多的话语力能够带领全球各个国家 一起来对抗气候变迁呢 那么无疑这是拜登任内的一个政治目标 所以拜登无论美国发生什么事情 他还是要去参加这个格拉斯哥的气候峰会的 那么除了拜登之外呢 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国家 或者一些重要的减排国家的领袖都会去 比如说印度总理莫迪啊 莫迪也是世界上碳排放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比如说法国总理马克龙啊 这是一个最主张环保的欧洲国家的领袖 这些人都会去 那么英国的东道主英女王会不会去呢 据说英女王不会去 虽然英女王从伦敦到格拉斯哥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旅途 但是据说英女王啊 因为90多岁的高龄 身体状况已经不太适应参加这个峰会了 所以根据医生的建议英女王不会去 于是呢 有关这个格拉斯哥的气候峰会这个话题啊 又变成了英女王身体健康如何这个话题 然后这个话题呢又引申出来 如果英女王一旦去世的话 那么谁来接这个英国王位 因为现在的王储查尔斯啊 据说他的这个名望很低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在参加气候峰会的这个国家的领袖当中啊 有一位领袖特别引人注目 不过他不会去参加这个峰会 哪一位国家领袖不参加峰会呢 这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为什么不参加峰会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的是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全球年度气候峰会 那么各国领袖啊 每一年都会参加这样一个峰会 那么在这个峰会上呢 大家会商讨一下如何应对气候变迁的问题 这个峰会已经举行了26年了 讲到这个全球应对气候变迁问题啊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环保的话题 真实的内涵呢 它是一个国际政治的话题 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他任内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因为美国在巴黎气候协定 在整个全球应对气候变迁这个话题当中啊 美国付出的代价太大 川普觉得今天的美国再也不像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有足够的实力雄霸全球 如果再为世界各国付出太多的代价的话 美国自身的国力会被削弱 但是拜登上台之后呢 他不这么看 他认为美国是全球的领袖 要想体现这个全球领袖的地位呢 必须在气候变迁上领导全球 一起来应对这个议题 当然拜登后面有他的小算盘 这个话题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讲过 等一下我们还会跟大家提到 那么所以呢 拜登上台之后 对这个气候变迁呢 很重视 虽然现在他的狗肉法案正在国会卡关 民主党内部 关于这个狗肉法案的规模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 拜登也很着急 希望他参加峰会之前 能够在国会通过 但是佩洛西告诉他 31号他有信心在国会表决 拜登只好在29号先其赴这个格拉斯哥 先开这个气候峰会 那么拜登会参加 英语王不会参加上节 我们讲过了 那么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不参加这个气候峰会 那么习近平不参加气候峰会啊 就引起了世界各国领袖的关注 为什么世界各国这么关注习近平 要不要参加这个气候峰会呢 讲到这个减排这个话题啊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有关减排这个话题当中 中国一直是被世界关注的一个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是排碳大国 大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现在全世界每年的碳总排放量当中啊 中国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中国占了三分之一 这里边是有很多原因的 首先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 最起码中国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认为 中国其实已经应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是中国还认为自己是个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跟科技水平呢 跟先进发达国家都有一定的落差 那么所以呢 在治理碳排放方面呢 无论是从这个工业生产的需求讲 还是说减排的技术方面讲 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一定的落差 那么所以呢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其实中国也对这个减碳方面呢 做出了很多努力 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就出人意料的 对这个减排呀 做出了很多重大的承诺 但是无论中国做出什么样的承诺 他跟欧美的减碳目标啊 还是有一定的落差的 那么欧美的减碳目标是什么呢 或者说现在全球从这个应对气候变迁 主流的意见减碳是个什么目标呢 基本上是2050年实现碳的零排放 比如说美国早就做出这个承诺 2050年实现碳的零排放 这个碳的零排放到底是个什么标准 如果实现的话 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 目前我没有查到详细的数据 反正美国也好 英国法国这些先进的工业文明国家 都做出了承诺 2050年实现了碳的零排放 有一些次要发达的工业国呢 对这个问题啊 也基本上配合了欧美国家的步伐 比如说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最近又做出承诺 2050年实现这个碳的零排放 不过呢 澳大利亚有一个先提条件 就是它不会立法 只不过是口头上做出这个承诺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碳排放 减少碳排放的话题当中啊 2050年实现碳的零排放 是一个好像大家的主流目标 而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呢 中国对全世界做出了很多承诺 应该说每一次做出承诺 都是中国在排碳问题上 向世界的主流排碳国家 做了一个让步 但是中国的目标现在是这样的 2030年达到了碳排放的峰值 就是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 中国的碳排放还在会不断的上升 直到2030年 那么这个峰值就不再上升了 就达到碳排放量的最高点了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减排 那么减排到2060年实现碳的零排放 这是中国现在向世界做出的承诺 那么很明显这个承诺 跟世界的目标相比足足晚了10年 所以欧美国家对这个承诺 还是觉得不满意 那么我们很客观的说 是不是中国不够努力达到碳排放的目标呢 其实这跟中国自身的经济条件 跟发展的现状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 变成了世界工厂 所谓世界工厂 就是世界上很多产品的生产加工 都在中国 我们知道一旦你的工业比较发达的话 碳排放必然就会增多 你像现在很多自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 都有这个现状 因为你要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 所以你的碳排放就会不断的增加 其实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最早的亚洲四小龙 当时也是扮演了一个世界工厂的角色 包括日本的经济起飞 一开始也是从加工业制造业开始的 但是现在这些亚洲四小龙也好像日本这些国家 它慢慢已经实现了生产的转型 所以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已经大大下降了 而中国跟印度还是在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上 有非常激烈的竞争 今天我们讲到的产品供应链的变化 其实就是把中国的加工业转移到其他国家 那么这个加工业 无论你转移到哪些国家 根据现在工业生产能源使用的现状 碳排放一定会增加的 中国其实一直也试图在减少碳排放方面 能够尽量让世界各国满意 因为毕竟这涉及到一个国际关系 外交关系的问题 比如说中国前不久推出的能耗双减这个政策 其实就是在碳排放的要求 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也做出了一些应对 但是问题是能耗双控的政策 导致了中国大停电 我想在不久前发生这个新闻 现在大家还记忆犹新 其实现在中国停电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当时因为这个能耗双控政策 令到很多发电厂 因为要能耗双控 所以发电量减少了 导致了电网的供应量不足 不但影响了工业生产 连这个民生用电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马上采取了这个措施 来解救这种状况 采取什么措施呢 一方面从海外 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的煤炭 另外一方面 过去因为环保问题被整治的这个小煤窑 又重新开放了 所以可见呢 这个能耗双控 想达到一个减碳的目的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是令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令到中国的民生 都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中国不但增加了煤炭的进口 也增加了本国煤炭的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 能耗双控 恐怕这个政策就烟消云散了 那么换句话来说 最起码在现阶段 中国的这个减排 对二氧化碳减排的目标 可能又要延缓一段时间 才能达到目标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在这个碳排放问题上 中国能做出多大的让步呢 以现在目前的这个能耗双控政策 已经给这个工业生产 跟民生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如果接下来满足欧美 对这个碳排放的要求的话 那么中国的世界工厂这个角色 肯定就不会再存在了 那么这对中国的经济 对民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也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如果习近平参加全球气候峰会 还能对世界各国 做出什么新的承诺吗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全球气候峰会 那么上一节我们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基本上可能不会参加这个峰会了 因为虽然习近平没有说不去 但是最起码 在我们讲节目这个时间 中国还没有对着问题表态 那么我想这就基本上确定 习近平不会参加 习近平不参加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想中国是个碳排放的大国 虽然中国一再向世界做出承诺 但是这个承诺 跟这个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期望 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 这个落差大概是十年 那么所以呢 世界各国领袖 特别是欧美国家的领袖 都希望在这个全球气候峰会上 能够进一步给中国施加压力 让中国的碳排放减少的目标 能够再进一步的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习近平是没有可能 再做出新的承诺了 因为前不久 中国大陆的这个停电 造成了这个工业生产 跟民生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停电的原因 当然就是这个能耗双控 那么如果再这样双控下去的话 如果再影响工业生产 跟民生的话 那么中国内部 不但是经济出问题 恐怕社会都会有非常大的 这个负面的事件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还能在这个排探上 有什么新的承诺呢 但是欧美国家 似乎并不这么想 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 马克龙在10月26号的时候 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通了一个电话 我们知道马克龙 在这个上任以来 一直以他的自信 在全世界各国领袖面前 展现他对这个 未来世界变化的期待 马克龙跟习近平通电话 讲了什么呢 我想有很多很多内容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其中包括就是 他希望中国在减碳的问题上 再做出重大的承诺 所以当两国领导人 通完电话之后 法国的总统府 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声明当中描述 马克龙在通话当中 敦促习近平明显提升 中国的减排目标 以应对气候危机 在全球气候问题上 给全世界一个决定性的信号 这就是马克龙这个人的特点 法国应该说 作为欧洲一个大国 法国一直有称霸全世界的美梦 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出过拿破仑 所以今天法国人还觉得 他们最起码在欧盟 在欧洲范围内 应该有他们的话语权 但是呢 法国经常也会希望 世界其他的大国 跟随他的步伐来走 包括美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 也希望美国的总统拜登 能够在很多问题上配合他们 只不过没想到 拜登这个看起来 很老实的美国总统 居然在这个建造潜艇问题上 跟澳大利亚跟英国 摆了法国一道 所以马克龙觉得十分愤怒 但是马克龙这种 看待世界的态度 在面对中国的问题上 也是一样 马克龙所以要求中国 要大幅提高减排的目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答应马克龙的这个要求吗 当然不会 因为减碳的目标 如何设定啊 连美国自己也承认 这是根据国家的利益而决定的 如果中国今天减排 能够符合欧美国家标准的话 那么中国的工业生产 那将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世界工厂这个角色不在的话 中国作为一个 十分依赖出口这样的经济体 那么它的经济 一定会出现大问题 所以中国在减排目标上 是不可能答应马克龙的要求的 所以马克龙觉得 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通过电话 就可以给对方施加压力 让习近平参加这个气候峰会 并且做出更高一步的 这个减排目标 马克龙明显在发梦 马克龙在发梦 但是美国呢 美国的政界 似乎比马克龙要清醒的多 因为啊 在这个减排问题上 美国对中国 也有非常高的期待 因为其实这个减排问题啊 也涉及到国家的这个经济利益 但是呢 因为美国的清醒 所以导致美国政界内部啊 高层对中国的减排目标 有非常大的这个争议 在对待中国的外交态度 跟这个减排目标上啊 这两派争得不可开交 那么这两派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现在 美国的气候特使克里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克里在政坛算是一个资深的人物 那么比苏利文啊要更加资深 克里这个人 我在过去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过 他曾经当过美国国务卿 在外交上啊 应该是一个老手 克里呢 也有他的特点 他跟拜登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对待中国啊 态度是十分友善的 其实拜登是个亲中派 只不过呢 拜登上台之后 因为华盛顿官僚体系的压力 因为他周边的幕僚的压力 所以拜登才延续了川普的政策 但是拜登在延续川普政策同时啊 他也为自己跟中国的沟通 留了一条后路 这个后路啊 就是克里 所以呢 在美国过去的历届政府当中啊 没有这个官位 叫气候特使 拜登上台之后呢 就任命曾经当过这个国务卿的克里 当了这个气候特使 这个气候特使应该说 在现在的内阁当中 是个不仁不类的官员 但是呢 这个官员对于拜登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克里啊 两次访问中国 克里访问中国 到底跟中国的相关的官员 谈了什么呢 媒体的报道当中啊 没有详细提及 似乎克里到中国访问 是谈的是气候问题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克里作为拜登 跟中国沟通的一个管道 他在中国谈的 肯定不止气候问题 包括孟晚舟 最终跟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 被加拿大释放啊 其实我觉得跟克里 应该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克里访问中国 无论谈了多少话题 肯定有关气候问题啊 是克里要谈的一个话题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话题的话 克里访问中国的这个 合理性就不存在了 那么克里访问中国回来之后 跟拜登说了什么呢 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克里告诉拜登说 如果你想让中国 在气候问题上 做出让步的话 首先要改善 跟中国的外交关系 我们刚刚说了 拜登上台之后 延续了川普的外交政策 跟经贸政策 所以呢 拜登上台之后啊 美中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 拜登刚刚上台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 这个亲中的总统上台 美中关系 会得到一个彻底的转折 但是呢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我们在节目里面 曾经讲过这个话题 拜登其实不是不想 跟中国改善外交关系 因为拜登其实 他就是个亲中派 但是呢 拜登知道 如果以他个人之力 改变川普的对华政策的话 他这个总统啊 不会当太久 所以拜登被迫 要延续川普的对华政策 所以在这点上啊 克里觉得拜登 真是窝囊透了 因为本来克里答应 成为拜登 跟中国的沟通管道 克里也认为 拜登上台之后 最起码会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川普的对华政策 比如说这个 有关关税的政策啊 应该最起码是最容易改变的 但是呢 克里上台之后 看到拜登 不但没有改变川普的政策 继承了川普的政策 并且啊 拜登在很多问题上 似乎比川普更加强硬 所以克里这个气候特使 在扮演跟中国沟通管道 说啊 克里肯定就处处碰钉 两次访问中国 都碰了一笔指挥的 克里回到华盛顿 他就告诉这个拜登 他说 如果你要中国 在气候问题上配合你的话 首先你要改变 跟中国的外交关系 克里这个想法 就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 苏利文的强烈反对 苏利文告诉拜登说 他说 你现在想在气候问题上 说服中国 你看看美国在气候问题上 被其他国家说服的时候 美国心里是怎么想的 因为所谓的这个 气候变迁问题 排碳的问题 说到底就是 影响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 过去美国 就是因为在这个气候问题上 在盘碳问题上 走得太过激进了 所以大量的美国制造业 流出了美国 所以川普才会有机会利用 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样的口号 让这个制造业 重新回到美国 这样的竞选承诺 在2016年当选成为总统 所以在这个气候问题上 美国自身 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 如果你了解到 这个利益需求的话 你想现在劝中国 能够提高这个排碳的目标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除了这点理由之外 苏利文还讲了一个 更重要的理由 认为现在如果想用外交关系 来换取中国 对排碳问题的配合 是不现实的 这个理由是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即将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缺席这个峰会 那么世界各国的领袖 特别是欧美国家的领袖 觉得十分失望 因为欧美国家的领袖 就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希望在这个气候峰会上 能够进一步给中国施加压力 让中国提高减排目标 其实欧美国家 这个期望是一定会落空的 因为有关减排 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 这个生产能力 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所以中国如果 减排目标太高的话 一定会影响中国的经济 这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为什么不愿意出席 这个气候峰会的原因 因为不可能做出新的承诺 何必再听你们在耳朵旁边 汪汪汪汪汪汪 要求我提高这个减排的目标 那么美国其实对中国减排 这个事情有着矛盾的政策 因为拜登跟他的气候特使克里 这两个人 在美国政界算是亲中派 拜登不能说 他不重视这个减排政策 因为拜登的这个 所谓制止全球气候变暖 是他施政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这个目标 我想基本上对于拜登来说 有三大好处 一个好处是他自己有政治利益 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 因为在拜登竞选的时候 其实清洁能源的这些企业 是拜登背后最大的金主 那么拜登上台之后 当然一定要回报他们 如果全球气候变迁 这个话题在这个世界各国 在这个国际会议场 和更加热络的话 那么拜登在美国推动 有关这个环保政策 就更加理智气壮 今天我们讲到的 拜登所有的重大开支法案当中 无论是基建法案 还是我们说的狗肉法案 这些法案当中啊 通通都有应对气候变迁的这个拨款 动辄几百亿动辄几十亿 这是给拜登会带来一个政治利益的话题 拜登当然会很重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在减排问题上 美国能够起到一个领导全球角色的话 那么拜登可以非常骄傲的告诉他的选民 你看川普年代把全世界都得罪了 我现在重回巴黎气候协定 虽然我们付出了每年一百多亿美金的这个代价 但是呢我在减排问题上 在应对气候变迁问题上 我是全世界的领袖 所以我做到了川普不能做到的事情 这当然也会提升拜登的影响力 第三个呢 其实我们讲了所谓的减排的目标 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 而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 美国现在正在进行这个生产供应链的转移 希望以后在生产供应链方面 特别是在涉及到高科技方面的生产供应链方面 不再依赖中国 那么如果能让中国实现更高的减排目标 无疑就削弱了中国的工业生产的能力 这对美国来说只会有好处 不会有坏处 所以这三点对于拜登来说 关注气候问题 推动积极的环保政策 对于拜登来说是一举三德的事情 拜登当然愿意 但是问题是拜登这个如意算盘 在中国能够打得响吗 所以克里告诉拜登说 你要想让中国在这个减排问题上 配合美国政策的话 你必须先跟他搞好外交关系 在拜登跟克里看来 其实对付中国完全不需要去挑战那三条红线 一方面在这个外交问题上向中国屈服 但是另外一方面 让中国配合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减碳政策 让中国提高减排的目标 这样就可以遏止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是拜登的如意算盘 但是问题拜登 他不清楚的是 哪怕中国在环保政策上 真是口头上答应配合美国 中国真是能做得到吗 当中国出现停电 当中国出现这个生产能力下降的时候 中国很简单 马上就把煤炭生产的这个量给推上去 所以减排就成了一句空话 这就是苏利文这一派这个美国政治人物 他们的看法 认为中国现在对减排的承诺 其实是不确定能够做到的 如果不确定能够做到的话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在外交问题上 向中国屈服 从而换来中国在减排政策上配合美国呢 当这个两派不同的意见争执不下的时候 我们知道以拜登他的政治特点 他是不会做出一个决断的这个决定的 虽然拜登认为克里的意见 他听起来比较顺耳 但是毕竟华盛顿官僚体系强大的势力 令到拜登不敢挑战这个利益集团 所以拜登目前在这个外交问题上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拜登向中国屈服的迹象 包括对这个中国货品进口到美国的关税 虽然白宫的贸易代表戴琪多次说 现在开放给美国的商人提出这个豁免的申请 但是最起码我们没有看到大规模的这个减税行动 而拜登这次到这个格拉斯哥参加气候峰会 在没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的情况下 拜登当然可以扮演一个世界领袖的角色 没有人会抢他的光芒 但是问题是这个全球气候峰会 真是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其实说穿了有关这个减排问题 各国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可以说各怀鬼胎 因为减排问题一定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也好 或者欧洲这些先进发达的国家也好 虽然减排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目标 但是减排同样会影响到一些行业 比如说美国 拜登上台之后为了实现减排的目标 为了达到他的环保政策的目标 对美国的传统能源业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捆绑 把川普当年松绑的政策全部就捆了起来 结果呢 这个政策影响了通货膨胀 今天我们讲通货膨胀 还有不少人坚定的认为是川普当年提高了中国货品 进口到美国的关税 所以引致通货膨胀 其实你只要对比一些数据 你就会知道 川普在2017年开始提高中国的关税 整个2018年 2019年到2020年 美国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今天我们讲通货膨胀 我们感受最深的当然就是食品跟汽油 汽油的通货膨胀 跟中国的货品进口到美国的关税有任何关系吗 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货品有多少比例是食品呢 所以所谓的环保政策 所谓的排碳政策 同样会影响一个国家经济 它会影响美国的经济 也会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经济 所以这次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 我个人看不会取得什么样成果 今年可能没有那个瑞典环保女孩的这个表演 但是呢 我相信在这个会场上 肯定会有一些激进的政策的呼喊 但是这些激进的政策 能够被各国的领袖接受吗 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 这次的气候峰会 跟往年的25次峰会一样 大家再去谈目标 再去谈政策 但是呢 如何实行这个政策 又是一次争执不下 拜登这次参加气候峰会 我觉得很可能没有任何成果 空手而归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